绿毛从能外走了进来 手里拿着一截木棍 笑着看着我们 我和小黄对视了一眼 两人几乎同时说出一个字 跑 我俩迅速绕过绿毛 冲出了这间困了我们很久的宿舍 跑了没几步 就听到后面的脚步声跟了上来 我回头一看 正是绿毛 绿毛边跑边在后面叫我 但好像又不敢太大声 绿毛的体质比我和小黄要好一些 眼看着距离我们越来越近 笑起停下来 是恶绿毛啊 我没敢回应 心里暗骂 就是因为是你才跑的 都这个时候了 居然还在伪装 这样早晚会被他追上 我心里盘算着 如何摆脱追着我们的绿毛 这时才发现 不知道什么时候小黄不见了 可能是在刚才楼梯口 去其他楼层了吧 就在我走神的这几秒钟 绿毛一下追赶了上来 我吓得浑身一哆嗦 赶紧提高速度 摆脱了绿毛 过了一会 绿毛再次追了上来 而身后不远处 突然出现了跟我一晚上的黑影阿飘 我顿时背下的全身哆嗦 让我意想不到的是 轰了一声 有什么东西撞在了门上 接着就是一连串的撞门声 声音过了一会消失了 绿毛对我说道 你跑神吗 你追我 我不跑吗 你为什么要害我 你说神吗 绿毛一脸懵逼的看着我 看着绿毛的表情 我若有所思 难道我们都误会绿毛了 不对不对 不可能有那么多巧合 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他 并且红毛被他打晕 可他现在伪装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绿毛 追着我们的阿飘 是不是你女朋友 听到我的话 绿毛表情复杂了起来 沉默了好意义叹息道 原来你们都知道 那间少会的宿舍 确实就是他之前住的宿舍 但他的四横的没有关系 那只是意外 意外 真的是意外 就不会有今天晚上的事了 可是他为什么会一直追着我不放呢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那群里的消息 你为什么不回复我 我把手机给扔了 我发现无论我们去了哪里 他都知道我们的位置 如果不是通过我们的手机定位 那就是真的有鬼了 你是说那不是鬼 那是人假扮的 我们的授机内 都被植入了木马冰毒 控制了我们的授机 把我们的日气 盖成请明节这天 自己又搬成柜 是红毛 我脑海里第一就冒出他 今天晚上 我和绿毛小黄都在一起过 只有红毛自始至终没有出现过 而那个女阿飘 一直在追逐着我 但始终都是保持一定距离 并没有真正地攻击过 我们任何一个人 想来是害怕穿帮 怪不得他说绿毛打晕了他 原来是为了栽赃嫁祸 可是红毛这么做的目的 又是什么呢 这就要问他自己了 哈哈真是大聪明 不愧是学霸 一道声音从阳台传了过来 不知道什么时候 红毛出现在了那里 他快步走到我面前 小黄也跟了过来 看到小黄我也都明白了过来 最先引导我怀疑绿毛的就是他 紧接着 就是红毛在群里说 自己被绿毛打晕 原来这是他们两个续谋已久 我们宿舍四个人 只有绿毛的关系和我最好 其他的虽然一般 但是从来没有过什么冲突 直到现在我一头雾水 你们为什么这么做 我们之间好像并没有矛盾 这就要怪他了 凭什么他的运气那么好 所有的人都喜欢他 我们宿舍唯一的保研资格给了你 学校的女生都围着你转 你偏偏抢了我的小美 然而你还不珍惜他 天天跟小七混在一起 是你害死了他 本来打算让小黄 把你们两个骗进小美的宿舍 三点钟用小美死的方式 一起干掉你们 谁知道这个废物这么没用 就这点智商还想保研 站在红毛身后的小黄 脸色铁青 一脸怒气地看着他 小黄自己做梦都没想到 红毛居然想害自己 他和红毛合作 本来打算是挑拨我和绿毛的关系 让我们相互猜忌互相伤害 没想到红毛这么疯狂 连他都不放过 我和绿毛都沉默了 面前的红毛是不是已经疯了 六只眼镜都死死地盯着红毛 生怕他做出什么过激的举动 三点的时间到了 红毛突然大笑起来 只见他的身后的阳台 开始升起了火焰 这间宿舍应该是他提前做过手脚 果实朝我们蔓延了过来 绿毛反应最快 想去开门 却发现门把手根本扭不动了 想来是被什么东西卡住了 没想到红毛这个疯子 连自己都不放过 火势越来越大 我们三个疯狂着撞击着宿舍门 火焰已经到了我们面前 我感觉到皮肤被烤得火辣辣的疼 就在最后一刻 轰的一声 门板在外面几个轮番撞击下 轰然倒下 我们冲出宿舍 而身后的红毛已经被火焰吞噬 关注小七 下个故事更精彩